为了提高网络安全 政府计划推出一套具有法律约束的网络安全准则 以打击不良网上内容和不法之徒 为孩童和年长者等用户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空间 通讯及新闻部长杨立明 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部门开支预算时透露 当局将在孩童安全 用户举报和平台问责三方面制定网络安全准则 网络平台必须确保有机制降低孩童和少年 接触有害内容的风险 平台所设立的机制也必须让用户能够举报不良内容 并提供如何确保用户安全的信息 我们也专门与家庭与新闻部网络 以更多的保护 从网络的网络行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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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网络行业 此外政府也正检讨网络安全法令 目前法令主要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当局正考虑将法令扩大到涵盖数码基础和服务 如云端服务和应用程序 检讨工作在采纳公众咨询和业者的意见后 预计在明年完成 从4月起消费者将有更快捷的渠道 解决与电信业者或媒体供应商的纠纷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设立解决纠纷替代方案计划 协助解决账单等纠纷 杨立明表明政府将智力打造安全蓬勃的数码未来 保持社会联系 孩童将受到更好的保护 不轻易受到不良内容 不法之徒的侵害 感谢您的观看